大家好我是哈姆 好的來往我們的KO4START 那今天是1月7號星期五 好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這期來玩阿修吧 阿修90等還是可以玩 那來玩那個兩個靈魂 兩個靈魂的話他有戰力要求啦 如果你戰力不夠的話會被懲罰 被懲罰你只能靠那個負面 負面來通關啦就是奧義拖時間這樣 然後用負面打 好那玩五名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上一期的公告吧 上一期我發影片的時候就看到那個熱更新阿想說算了 就這期再來講就可以了 熱更新很簡單阿就是 剛好我上一期在講那個五名的那個持續爆破 剛好被他講剛好被他改了阿這裡 就我發影片之後他 我應該是五點半以前發影片的吧 五點半左右發影片然後他就熱更新了 就是持續爆破 原本是沒有暗黑效果就爆不了暗黑吧 好那我昨天在玩那個公會戰的時候我有說嗎 會不會是二選一爆阿 那結果還是我想多了他真的是bug 那現在已經修復了阿 如果你們在昨天上一期之前你有發現這個問題 還是說你根本就沒有無名或是根本就不知道 也沒關係因為已經修好了 就是我們的那個內劍必殺 這招 解除嘛 他這個貨我原本的解釋是說是不是二選一爆阿 那沒有這樣看起來就是兩個都會爆 只要你有的話就會爆破 那這樣子的話他這樣3.2倍的話 如果是兩個的話那就是6.4倍囉 可以這樣理解吧 那他這樣子這一招會比那個雷歐納還要好 因為昨天 上一球在爆的時候就沒有暗黑阿 那這樣測試搞不好又會好一點阿 沒有像雷歐納那麼辛苦吧 應該會比昨天好一點傷害打出來會好一點 我來打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上一期是只有著傷爆破 那現在暗黑也會爆破 所以上一期的傷害就會少這個暗黑爆破 那這一期我沒有要測了啦 你們有興趣的人自己在研究一下吧 好無名 喔他有著傷跟暗黑喔 好爆破 但是只有看到那個著傷爆破對不對 那暗黑也不見了 這邊的buff暗黑也不見了 我待會爆破的時候我直接用暗黑吧 暗黑是3對不對 這應該會有暗黑爆破暗黑 圖標出現 他可能那一瞬間只出現一個圖標吧 然後他就 他就 有bug 他沒辦法連暗黑都爆破出來這樣 我在想可能是這樣啦 反正現在就修好了 上一期我一開始是說bug 然後我覺得好像是他們就是這樣設定 那結果馬上熱更新 我又被打連了 是bug 沒錯 他可能聽到我的心聲了吧 沒有啊我才剛發影片而已 可能有其他人反應吧 比較常打冠軍連賽的他就覺得很奇怪吧 為什麼爆破不了 就反應這樣 好這是上一期的內容 有個熱更新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修吧 阿修的話 如果你要打那個 你要如果要打那個兩個靈魂的話 你要用阿修九四燈的話 你應該是要有特殊卡啦 沒有特殊卡的話應該會比較難 沒辦法拖時間嘛 那我想已經 開卡子開一個禮拜多了嘛 大部分人都應該有一星以上吧 大部分的人 除非你剛好就是只有 稍微抽一下 然後你可能有抽到阿修這樣 你就可以試試看 無名的話我沒辦法試 因為無名我已經三星了嘛 阿修我剛好還就是等 因為一開始前幾天的時候 有人有用阿修過啦 他就說可以過 用負面 就靠負面打 那阿修的話 隊長技是60% 攻擊力60% 他的話是每次攻擊命中 就會有250% 攻擊力250% 暗黑傷害 暗黑傷害就 不看戰力了吧 就沒有處罰效果 這個就有點像之前那個 有點像什麼 之前 戰鬥之杖也可以用負面來 來打 造成點傷害吧 只是這邊還是會有傷害的 我大概是沒有裝那個暗黑屬性卡的話 我大概是打大概是3000多還是4000多吧 裝上暗黑屬性卡會再痛一點 就是如果你想要讓他刺暗黑的話 你可以用一張那個屬性卡 暗黑的 那一張戰力的話 也加可以 沒有說加很多 但是還可以阿 好那這個是近人山 近人山有機會可以連訪 這個意思就是連訪 這個我以前有講過嘛 我那時候我看不懂 然後有網友留言 你會有一點回覆我 其實就是你可以一直連訪 其實就是你可以一直連訪 待會有機會可以連用 3秒內你會發現他7攻連訪 好 近人的意思 很像雷歐娜那那種恐懼 那好像有人說這個段數比雷歐娜還高 上次不知道哪個網友給我留言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怎麼記錯 但是他好像是這個說法 說阿修的這個 這一招段數 好像比雷歐娜的還要多段 這個可能還要再比較一下 玩得很深的人才會知道 那上一集也有人留言說 呃無名 無名跟雷歐娜的話 無名PVP比較強 一定的阿 無名解除百分百吧 比較厲害一點 恐懼的話很遠就可以恐懼 應該是無名會強一點 然後無名他是提到說無名的回血 蠻適合打PVP的吧 我是不常玩冠軍聯賽啦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是這樣講 好 技能2的話有解除70% 然後這一招是 可以增加自己的攻擊力傷害啦 就那個氣功嘛 一直丟氣功 然後這一招的話 他有問題 這招有問題就是 他只能打到前面的敵人 而且他不會 他不會呈現無體狀態 就是說如果你 打 待會我們在打的時候 如果你 這招出去的時候 他會有個僵硬的時間 然後後面如果有小兵的話 小兵會可以打到我 我會受傷 我不能抖 所以你這招要放的時候要注意 你後面不可以有小兵 好 因為你會有僵硬時間 而且你不是呈現無敵 OK 大概是這樣吧 大技能 那如果你沒有特殊卡的話 應該就很難打 所以說我們待會應該也是拖時間 好 如果你 好 我們進來看一下吧 我其實還沒有打過 我只是摸一下 然後覺得應該可以吧 拚一下應該可以吧 還是得拚拚看 那我不能受傷 我不能被打到 我被打到 我被打到的話我可能會被秒掉 至少掉一半的血 打一下我就掉一半的血 打兩下我可能就死了 所以我原本是用重置套卡 我現在換那個不死套 至少可以多一條命 多一下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的CD 不夠用的話 就用雙減CD卡吧 那如果你希望打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 這個有一個灼傷暗黑傷害加成的除怕 這個也不錯啦 也不錯 這張卡 可以加暴擊率 但是 但是我們被限制了嘛 所以說只能靠那個暗黑 然後他的這一張是加攻擊力跟貫穿力 其實我現在戰力被限制其實都沒差 呃 我有嘗試使用屬性卡加多一點戰力 衝到大概48,000吧 但是48,000還是差太多了啦 因為你們看這個 這個要求 差1%的話是4%嘛 對對那你如果戰力差25%的話就是 減傷就少100 呃 100%的話是多少 400%喔 反正這我不太會算啦 反正你就會被減啦 48,000還是不太夠 我覺得不太夠 還是打不太動 真的還是打不太動 就打不出傷害來啦 簡單說就這樣 好那就來吧 我拼拼看我拼拼看 我就認真打一下拼拼看 好來吧 他也是阿修所以有時候會錯亂搞不清楚誰是誰 最好是二騎手啊 等一下3可以連按 我3剛剛都連按 我剛剛3是連按 按住3秒按住 然後我都靠負面 那個紅字是負面 等一下我CD太少了 就是如果我沒有用那個 我沒有用那個雙減CD卡的話 我的秒數會比較難活 因為畢竟差的快2秒 小兵的話大概剩7H的時候他會再叫小兵 應該是啦 我剛剛有打到剩7H然後他就叫小兵 放這一招 放這一招 大招留著 等小兵出來再叫 我知道780會叫小兵 單挑他的話其實你不太會受傷 你只要小心一點就不太會受傷 我好像卡住了 沒關係我們小心死的萬年船 時間上應該夠啦 我覺得應該夠吧 哇這不行太危險了 拖個時間拖個時間 還是得拖一下時間 所以我裡面有特殊卡的話會很難 就是人我覺得應該超難吧 我難怪醒來了 好剩1分吧 剩1分吧 這招 真的有個鈴聲欸我以為是我們家警報器響的 這招有沒有擊退啊 沒有擊退你看我受傷了 哇我受傷了 你看我那個不死套發揮作用 爆發蟲啦 一直有人給我留言啦 那個Youtuber上面給我留言 我就看了一下分心了 這招很危險 就我所有的問題 就是你那個三氣必殺你後面會有一個空窗 其實剛剛小兵又跑出來了嘛 他是不是三拍血就叫小兵了 他三拍血就叫小兵了 我都搞不清楚我被打還是他被打 兩個都阿修 都黑白了阿修 黑白修 我已你以為不知道我要 妳以為不知道你要衝我了嗎 你以為不知道你要衝我了嗎 保底吧 避免失誤 你看我才被他摸到一兩下而已 剩幾秒 那戳戳有餘啦 你不用用那個暗黑屬性卡 搞不好也差不多 這個你稍微 認證一下就過了吧 主要就是不要被他們打到 然後那個小兵的話 一開始有小兵嘛 然後剩7排學的時候小兵還會再出 你要注意一下大招留著對付小兵 然後剩3排學的時候小兵又出 我剛剛就是剩3排學的時候沒注意 他們從我後面偷襲我 還好我都有閃掉 好我受傷的原因是因為 有人給我留言啊 我看了一下右下角 那個彈錯的視窗 因為那個 YouTube的那個留言機制很爛 他都 看他心情好他就跳出來 心情不好他都不告訴我 我都是 就是 固定時間或是想看的時候就去回一下 就一次回一回這樣 就我不是馬上回啦 不好意思 好那過了 過了過了過了 九十等阿修過了 那九十等五名不知道 五名的話 可能會簡單一點吧 因為五名有那個護盾 阿修沒有比較危險 然後五名的話是 他是 雙負面嘛搞不好會更好打 好搞不好會更好打 那沒辦法五名是 這樣子 三星沒辦法測 好如果你是只有 九十等的玩家 是可以的 好不好是可以的 確定是可以的 我覺得還好就稍微練習一下就過了 只是說你會比較辛苦啦 可能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每一關都比較辛苦這樣 那因為我都過了嘛 所以我就掩飾最後一層 三四層這樣 好那這一期就像這樣吧 就也是玩了一下阿修啦 沒辦法 只有九十等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